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有多少 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 泰国大叔真的是太执着了 非要证明自己的重钱得钱 重吃得吃理念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 他可是做了不计其数的实验 譬如把一颗完好的榴莲放进土里 然后买起来种上一个月 又是浇水又是施肥的 一个月后抛开土一看 过了个去 这根本没有生出小榴莲 反而榴莲被虫子吃的只剩下果核了 不愿放弃的他怒了 直接把自行车放进了土里种 一个月后大叔又是失望而归 正当大叔准备放弃时 他却看到了鸡蛋 把鸡蛋放在土里种一个月 是否能种出一滴小鸡呢 哈哈觉得这次想法很有希望后 大叔就开始动手操作起来 拿出一颗鸡蛋 然后就放进了后院的地里 盖好土 接下来就是等待时间了 这次如果不成功的话 那大叔就倒里洗头 时间一晃一个月过去了 扒开野草抛开土 满怀期待的查看结果 Oh my God 差点没让大叔晕过去 这啥都没种出来 鸡蛋反而还破了 并且散发着恶臭